但是像剛剛同學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把 成績多重顏色加完之後 自動再幫我把 剛剛這個 表 畫那個框線再加上來 當然可以啊 第一個就是你如果還要加一個動作的話 就是從這邊 進到那個指定劇集 編輯一下 那 特別是要等他跑完之後有沒有 特別是一定是在 這個sub進來之後 他把這個回圈跑完之後 所以本來這個nest嘛 你就enter一下 那有幾種做法 1 把剛剛寫完的這些程式怎麼樣 複製 貼到這邊來 這是方法1 那這個方法1呢 當然你把這邊Ctrl C 然後Ctrl V 記得 貼要貼對 之前我發現同學好像貼還是會貼錯位置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貼 貼完之後呢 他就會先把這個先跑完 然後再把那個框線給做完 那如果你不確定到底對不對 你可以這邊射中斷點 把它執行一下 他會跑完 剛剛這個東西之後 停在這邊 我們按F8 有沒有 先框 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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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過 OK 不過好像有一個地方好像沒有跑到H欄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把這邊改成H 這邊改H比較好 那其他應該不用改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也是這樣 把它 再執行一遍 這個地方就跑 就跑OK了 所以 基本上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但是你如果說呢 你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第二個方法怎麼樣 就是如果已經底下寫好了 假設我這邊 已經有寫好一個 那 當然你想說 這邊有一個啊 那 我可不可以不要把 這個再貼過去 因為會重複嘛對不對 會有重複的地方 那可不可以怎麼樣 乾脆另外一個方法 把這個名稱怎麼樣 複製 把它的名稱 Ctrl C一下 移到這邊來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我不複製 但是我可以用call call的意思是說 我呼叫他 咦 呼叫他意思是說呢 因為那邊有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我可以怎麼樣 直接call他 call他就是說我跳過去那邊 程式執行那一段sub 所以以後你可以 假設你要 同時執行很多個sub 你就是先寫一個部分 有沒有先點 先把那些先寫完 全部再把它call 就好了嗎 OK 就這樣子吧 就把它全部串 自動化就怎樣 就是 你可以先寫你會的嘛 全部再把它串在 就一個點 線 再連在一起的面 對不對 所以 很多寫程式都這樣子 所以就是先寫那個部分部分 那最後的話 執行 結果會不會一樣呢 其實基本上我把這些也是要先把它清掉 然後清除框線 清除框線可能要改寫一下 因為剛剛清除框線沒有到h 所以把這個h再加進來 OK把這個 改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一樣 就是 當然一樣 設中斷點 所以我剛剛這個地方 一樣有設了一個中斷點 中斷點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如果你寫的程式 你還不確定 到底會不會發生問題的話 我蠻建議各位 一定要加這個中斷點 那所謂的中斷點就是程式如果執行 他會停在這邊 你再配合F8 逐行去看一下細節 好 這種寫程式的 方式的話 比較不會 執行奇怪錯了 不知道奇怪錯了 所以常常同學 錯了也不知道哪裡錯了 所以這種是一個除錯的技巧 如果這個技巧你如果能夠學 熟練的話 以後 怎麼寫都怎麼對 也比較不容易有 產生錯誤 很多同學 可能很想把VBA學好 但是一run 錯了 錯了他也不知道哪裡錯 然後他又沒有那個除錯能力的話 就很糟糕了 那這個當然 好吧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程式停在這裡 按F8 而且 你們也可以觀察一下 上面會有中斷 這個訊息 表示現在程式停住的狀態 那你可以配合F8 你會發現喔 Core 有沒有發現他就跳到這邊來了 那你就直接怎樣 他再去執行什麼 畫線的動作 有沒有 先畫那個 線然後 換顏色 然後再上線 在 右邊這條線 結束掉 OK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你就可以把程式 利用Core 全部串在一起 這個是 剛剛同學問的問題 我覺得還蠻好的 那現在慢慢各位 就越來越有那個什麼 全部想要把它連在一起的衝動了 就是越來越想 越來越有感覺了 因為 自動畫 本來就是 由簡單到複雜 一定是一個過程 所以你不可能說一下子馬上變得很厲害啦 沒有那麼厲害 程式也不是說一下子馬上就通了 不可能 一定是你越寫越多 然後呢 這些東西越熟悉 才有辦法寫比較複雜的東西 所以剛剛本來想說要先講表 然後來想想 表單你們可以看一下 程式也是非常非常複雜 我怕會不會超過各位的負荷極限 所以我們就先講一下 可能 比較簡單一點的東西 切到 中間練習 關鍵就是追覽 所謂的增典體重27.6 表示這個人太瘦了 他應該要再增加 27.6% 這個人的體重45公斤 他的標準體重57 有沒有 所以他 真胖 這個人呢 他的標準體重是73.5 可是他有80 表示他 太胖了 太胖了對不對 要減少 那 這個邏輯 第一個 請你利用什麼 if 和偶爾 當然第二個 if 和and 他 把結果 做出來 這個邏輯 如果他在正負5%之內 表示 它是标准的 反之 它是不标准 所以这边负版入 那这个图是这样 上面的太瘦 下面的太胖 对不对 这个表示要减版入 这个要增加版入 中间的 就是标准 所以这个逻辑图 如果要把它变成一个 一幅函数配合偶额函数的话 怎么做 第一个 插入函数一样是用 逻辑里面的一幅 第二个的话 我会有两个可能 我如果用偶额的话 那我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过胖 过胖是负的 一个是过瘦是正的 版入 一个格子里面只能 放一个逻辑 可是如果你要放两个逻辑 特别之后我的习惯是打一个偶额 牵挂壶 第一个逻辑 这个的体重如果是 大于5%的话 ok 够点 第二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 这个增加体重如果小于 负的版入 那这个是过 小于 这个负的表示要增胖 不不不 减肥 这个要增胖 所以这个应该是 过胖的 这是过瘦的 然后呢 就是两种 这边注意 这个偶额 我的习惯用打的 因为如果你在插入函数 他会太乱了 干脆用打 中间加逗点 他这个逻辑 最多可以处理 255个 逗点 逗点 一直可以处理 250 不过没有 那么多人 处理 一般就两个 所以中间 如果是处的话 表示不标准 表示不标准 反之的话就标准 所以 这个是过瘦 这个是过胖 他不标准 反之就标准 OK 按确定 向下填满 OK 做出来 你会发现 超过5%的 超过负5%的 有没有 那这个就标准 因为他在正负5%之内 正负5%之内 OK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用偶尔来做 第二个请你改成什么 and 想说 其实 连击跟交击 其实呢 两个都可以做得出来 只是 因为你的推 的方向不一样 而会有不一样 这5% 负5% 那假如说 你今天用偶尔的话 是这个区块 跟这个区块 是不标准 我是判断 是这两个区块 那这两个区块 只会有 不会重叠 绝对不可能 有交集 不可能说 你早上过胖 晚上过轻 没有 应该没有这种人 对 没有不可能 所以 那反之 用and的话 就是我看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的话就是什么 如果它怎么样呢 应该是小于5% 而且大于负版入 那会怎么样 会有个交重叠的地方 那就是用and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逻辑两种 这个是用偶尔 这个是用and 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做完之后 就有同学说 老师 可是我们工作里面 常常不是只有不标准 还要把不标准里面 再拆开来 过胖 过瘦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 做完这两个逻辑之后 然后再试着 看有没有办法 把不标准里面 再拆开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